看视频的朋友们 大家好 给大家分享六种 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绳结 第一种 半扣是对接技巧 绳头两端 做出两个半扣 这样对接的方法 简单牢固 安全可靠 然后两个半扣合在一起 合完之后 绳头从半扣中 互相穿插 颠倒位置 就这样 颠倒完位置之后 咱们调整 收紧绳距 调整完成之后 当我们使用的同时 节点自动成型 也可以说是 宁舌不开扣 安全牢固可靠 有使用 试工作业 咱们经常会用到绳子 使用绳子的时候 有些情况 绳子会发生过长的现象 我们想要缩短 不知如何操作的 可以学习一下 这个缩短结 三环节的打结方法 这个缩短方法极其简单 中间是缩绳的长度 拉入两侧半扣当中 当绳子受力锁紧的同时 它可以达到一个 宁舌不开的状态 非常的结实 可靠安全 牢固使用 试工作业时 如果用到钢丝绳 钢丝绳套进行脱车 钢丝绳作业的时候 发生了破损 我们应该如何操作 来不及换绳 来不及插套 紧急情况下 这样打结 非常的安全牢固 拖车 钢丝绳作业都可以使用 而且节点是宁舌不开的 最后一圈缠绕完成之后 当钢丝绳 受力 拖车 钢丝绳的时候 越锁越紧 特别方便 非常的使用 大家看 户外施工作业 这是一个钢筋结 又叫铁丝扣 不具备电焊加固的情况下 需要对接钢筋和铁丝 怎样才是最牢固的 看一下这个方法 首先在两端 做出相同的U型 只是一反一正 然后我们颠倒一下位置 两个短头左右分开 之后我们这样 给它合在一起 再次拖拽的同时 受力 这样是宁舌不开的 钢筋扣就完成了 绝对的完美 而有可靠 非常的方便 而有使用 冰柱防滑锁装 定位结 打结方法简单 此绳结户外固定性极强 绝对不会轻易滑动和脱落 底绳收尾的同时 预留绳环 然后绳环扩大 进行收尾 套入装点锁紧 此绳结在非受力的情况下 它可以上下自由调节节点高低 一旦受力 想要定在哪里 牢牢不动 安全可靠 方便使用 绳环扩 绳环扩